嗨 大家好 那 欸 這個 最後這個 我們來證明一個 跟這個拉帕拉純鋒相關的一個小定理 那這個定理呢 基本上是Cruzac的一個集體 不過我覺得就蠻簡單的 我就來證明一下 我基本上 呃 FFT 呃 等一下 現在有點連線不太好 FFT 是一個 piecewise continuous function 基本上就是它的分段是連續的 而且呢 它有period P and FFT hasperiod P 就是基本上是一個周期函數 那因為我們之前好像也沒有談到這個 周期函數相關的 拉帕拉斯定理 所以FFT 你做這個拉帕拉斯圈縫之後 它可以寫成這樣 這個樣子 就是你可以一直對這個 0到P做幾分 然後除上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來證明一下 我們來證明一下 我們稍微再寫一次 OK 證明 我覺得 就很簡單 做法就是 我們做這個積分 那 我們的任務就是 我知道它有period P嘛 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寫成0加P 加P加2P 一直加加加加5線多 然後呢 每一項都是這個 OK 所以我們保留第一項 欸欸欸欸 這個F還在 F 我們保留第一項就是0到P 那我們看第二項是什麼 OK 第二項就是P到2P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稍微做一個特例 我們算NP到N加1P 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OK 那這很簡單的 我們就隨便 做一個變數變換 這個 T就叫做 TL加NP好了 OK 所以T就變-NP 那這就變成是P 所以我們有F of這個 TL 呃 -NP 然後exponentials-s TTL DB DB TL 不是 DT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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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exponentials-s 因為你TTL T是 呃 T是這個 所以你會多一個NP 對不對 OK 我們稍微看一下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 因為這就是FTL 對 因為我們說它是這個函數 它是這個 period的T的函數 OK 所以我們就得到 一模一樣的東西 但是乘上一個-NP 好 那 有這個 有了這個雷碼之後 我們就證完了 OK 所以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 你原來0到P的 LAPA TL 自己0到P 然後1加上-P -2P 所以答案就是 你原來的LAPA 你這個FTL DT 乘上 那這是PS 要特別強調一下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S 這裡有一個S 所以呢 這邊就是無窮等比級數 OK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乘上這個 好 那我們就證完了 我們就證完了 OK 這個就是 一個LAPLUS TRANSFORMATION 關於週期函數的定理 意思就是 你只要記一個週期 從0到P 然後你再乘上這個Factor 就好 好 那 這個基本上是 FOLLOW CROSAC 6.4的Provence 4 那應該是第10版 OK 所以這個 我就把它做完了 那你接下來看整個題目 就都沒什麼問題 好 那這大概是 LAPLUS TRANSFORMATION 最後一個定理 我們基本上 把所有定理都證完了 好 那大概就這樣